平川说电竞天天聊磨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OF 吸针的一场对抗 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 他是不是又要使用什么新的套路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两位地图 选择的是TS 地图比较的大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人族FQQ 上来先造兵营后造祭坛 那不出意外肯定又是一个中立开的打法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啊 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暗夜精灵周辉辉 那看这个ID肯定是一名中国的玩家啊 在欧府上遇见中国玩家FQQ 这是老乡见老乡呀 看看两个人会不会两眼泪汪汪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啊 双方的一个发挥 暗夜这边选择是KOG的一个手法 打的还是比较的常规 哎战争古术放在这 那上来就想练分框啊 打的有点奔放 好我们看一下FQQ 这边一个选择 定一个小步兵去侦查一下 第二个步兵会选择去买什么英雄 盲猜一下他打暗夜的话啊 无非就是三个英雄 是吧一个是当然是中立开啊 是三个英雄 一个是听客啊用的最多啊 听客打后期出飞机啊 非常的强 当然啊中期的话也有一步拆架 也很猛 接着那就是那家了啊 那家打前期主要是一本T啊 还有一个是熊猫 熊猫也是打后期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步兵出来 先把这个小精灵挠了一下 接下来要去中间选英雄了 看一下KOG KOG这边 乌鱼安逸上来直接练分框啊 打得很奔放 KOG走出机栏 这里也有个小步兵 在各种搞事 那这里暗夜啊 之所以是要把商店取消 是一个控一个人口出来啊 这是一个小细节 好我们看一下 人足乌鱼 这一局FK我打得非常非常的彪悍 直接一本T啊 加了名兵敲过来 首发的是那家 那家一技能升的是兵剑 很猛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练完 这里的话是尽量阻止KOG练剧啊 不要让他到二 好这里波那家过来了 那暗夜选择停止练剧 赶紧处理一下这个那家 那家有点猛这一波 哎呦 这两个名兵怎么往上面跑啊 没有和大哥一起走 好这里 看看双方接下来要拼细节 拼操作 这一局的话 FKK没有玩什么花样 直接硬钢 我们看一下 见识一下FKK正面操作怎么样 上来啊 双方小细节全部拉满 这边的小树人追着那家 那这一边人足是步兵 追着KOG 双方消耗对方一下英雄等级 英雄的一个状态啊 看看双方现在英雄 都是压制在一级 好人足 这边的小农民赶紧造塔 只要能造好一个圣塔 这KOG能就能够被压制住 这里的话小树人有点多啊 各种过来图弄 然后限制一下那家 双方小细节操作拉满 这里的暗夜 补了第二口战争古术啊 应该是第三口战 第三个战争古术了 就是防暗夜 防人足TR 主要就是多造几个战争古术 后面的话多出AC AC出到五六个 哇 骑射一轮 这个塔就修不起来了 不过这个版本啊 人足修塔的能力啊 增加了一些 呜呦 这一波 哇 五个 五个步兵把KOG打成了残血 那KOG看看要找机会啊 各种磕井水 那家也是残血啊 双方打得非常的极限啊 这里那家有粉 上了撒巴粉 隐身的AC直接干掉 KOG一丝血 现在赶紧绕 哇 双方都是一丝血 两个人站撸一会儿 这里的话 KOG啊 这里还有一口井水 一喝 哎 状态补好了 那家现在是一级啊 一级很危险 那现在KOG稍微站住了 消耗一下步兵一个状态 不过AC稍微的有点站不住啊 现在人足步兵有点多 哇 第一个剑塔 第一个胜塔都已经好了 难道这一局 FQQ要赢了 那家杀了一个小精灵 这边的步兵继续续吐杀一下 小AC 只要那家到二级啊 升个闪电叉 到时候秒英雄就非常的猛 这里的话 战争果树 来A这个 这个塔 农民赶紧修 这里小精灵也拉过来修 好 双方要开始正面高一波 双方英雄站路 那家升到了二级 那家二级是升闪电叉吗 但一丝血要死了 这边KOG要追杀 追杀一丝血不走吗 那家不走 可以的 这一波FQQ非常的秀 这个二技能升的是一个护盾 这个护盾的作用就是 只要那家有蓝 你打他 那家是不掉血的 先掉蓝 魔法之掉完之后才会掉血 那这一波成功啊 又骗KOG上当 KOG自信可以杀那家 结果那家技能升了一个这个技能 导致KOG判断失败 直接被那家给击杀 好 这一波那家 再一次把护盾给开起来 又可以抵抗一波伤害 这前面正面的话 小步兵一直在A对方的AC 不过对方AC数量也是越来越多啊 六个AC 步兵的话是四个 关键是步兵状态也不是很好 AC随时可以隐身 那家过来偷一下对方的一个状态 AC阵亡一个 步兵阵亡一个 现在黄防护战损 哎呦 一级KOG 复活非常的快 那随着KOG复活成功 那家只能教TP啊 那家这一波 从零今夜暗夜家里 直接打到了三级 哇 随着KOG的复活 人族的这一波TR 宣告失败呀 不得不说啊 双方这一波打得非常的激烈 好 这里一个战争果树 差点被这个野过给练完了 小精灵赶紧一休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FQQ回家之后啊 选择升本 刚才的话是 真的是破釜神州 家里商店都没有造 好 这个树挖开来 那家出来的话 商店一造 补一下状态 接下来看看要不要去开分框 暗夜先把分框给练完 顺势开一波分框 我们看一下科技的话 暂时没有升奥本 但是人族升奥本 暗夜没有升奥本 暗夜看看接下来怎么打 好 继续练级 现在KOG的话 等级稍微的有点落后啊 对方那家已经到三 你KOG才二级 什么有点看不下去 好 过来勾了一个闪电盾 练级细节还是非常的完美 这里的话小精灵过来侦查一下 看看人族在干什么 人族的话 科曼聊 状态终于补的差不多了 刚才那家升的是一丝血TP 过来的话 练一下这个雇佣兵 看一下雇佣兵能不能打一个不错的装备 现在KOG身上有个回二戒指 是非常的舒服 每秒回两点血 打消耗 这个KOG就很舒服了 那这里的话那家打了个吼叫 打了个敏捷加三 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 KOG练完这边的雇佣兵 二级大半马上三级了 先练狗头人嘛 怎么不练是个商店 这里会把这个怪给勾醒 哎呦 刚说你会勾醒 是吧 就勾醒了 这里打了个加五的公爪 暗夜现在还没有升本 暗夜这一波好像想提二回来 一直不升本 分框好像也没有开 那现在再攒兵 攒到一兵的话 要进攻一下人族 人族现在也是在疯狂的不等级 现在哎 那家身上带两个塔 难道想继续去踢啊 有点出乎意料啊 KOG到了三级 身上有大无敌 有回二戒者 哦 AC再加上雇佣兵 真的是要选择 踢二这个人族了 哎 一不小心转角欲剑爱 哎呦 抓到你在练级了 这一波那家很危险 没有回程 这波只要被对方给包抄了 那现在买一个买一个飞艇啊 只能把一些兵给带走 全部带走不可能了 还伐木机器人有瞬间被对方消耗到一半的血 那家现在往前面考一下 对方这个AC输出打满 好不平赶紧找AC的小麻烦 这里伐木机器人状态有点差 不敢往前冲 其实考虑考虑啊 让农民过来修一下 修一下这个伐木机器人 让伐木机器人往前冲 现在人族发的是一个血法师 好飞艇终于买好了 那买好飞艇之后啊 把这些残血的兵给运走 那这四个小农民怎么办 作为FKO的农民真的是伤啊 脏活累活一起干 最后优先等级又是最差 那这里的话 那家也是撞了很多战损啊 一直追杀一下对方的小AC 赶紧撤一波啊 KOG身上是有缠绕的 那几个小农民送给KOG KOG杀完这几个的话 可以升到四G 接下来啊 双方大哥啊 都到了四G 不过那家还是领先金啊 四G半 那现在回来一波 人族二本生好 二法血法师 二本建筑啊 暂时没有葬 但是暗夜精灵 已经开始过来TR了 这一波大部队往前冲 一直没有升二本 也没有开分框 暗夜这一波真的是报仇来了 听说你想一本TR我 那我现在要反TR你 这一波要TR那家 现在状态的话一般般 好血法师控制一下KOG的蓝 现在人族找机会可以明冰一敲 哎呦对方一个缠绕要围杀 那家那家身上没什么保命道具 哦呦赶紧啊有个TP 这里能买到TP 买到TP赶紧回家 这一波TP回去能不能出来啊 没有TP到里面 还是在外面 找机会能进去吗 我们看一下A可以的 这里的话直接买塔把自己给卡进去啊 这个细节很完美 然后冥冰敲出来 这一波还是要正面扛一下 血法师没有赶进去 身上买一个药膏补一补 冥冰敲出来 双方又开始正面A了啊 好这两个塔看能不能起来 血法师一个呢也是扛了很多伤害啊 人族冥冰一敲 哎呦这个伐木机器人也是战斗力满满 不过呢暗夜两个BP马上要造好了 这两个BP一造好 人族没有顶顿的富特曼的话是很难打的 这里的话那将还得从上面出来 两个塔好像起不来了呀 人族还得再敲一波冥冰 否则打不过 不过暗夜四个女练手状态也很差 哎血法师想出来 但是对方的话 哎呦一个缠绕 要围杀一下血法师了 血法师能撤退成功吗 买药膏呢买药膏 哎呦没有买着 主要还是没钱啊 是吧一百块钱都没有 那现在那家一个人占入 对方的话买个群补补一下状态 现在人族有点难受啊 靠那家一个人 哎好买了个炸弹来 呦呦可以的 这一波FGGO又是集中生质 一个炸弹来把对方两个BP给炸掉了 那暂时解决了一波危机 好现在暗夜想进攻一下 人族 但人族往里一钻 民兵敲出来 呦呦 这个伐木机器人空投的位置很不错 要击杀对方的一个QG QG无敌顶起来 那现在双方啊 各种拼器杰拼操作 这边FGGO好 飞艇秀起来 那家兵剑 先把对方的这个弩车给A掉 弩车一A 然后上飞艇 对方现在只有两个单位能对抗 对抗难力很差 雪法师 基地最后一丝血 祭坛最后一丝血 然后雪法师还是出来了 不过雪法师出来之后位置有点差 这里进行空投 先把你的这个弩车给A掉 这一波 哎呦呦呦 这失误了呀 这一波FGGO5级的 那家居然被对方给A死了 没有及时上飞艇 这一波要是及时上去 这一级FGGO还能翻 但随着那家阵王 没有祭坛 那想翻很难 靠一个二级雪法师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 对方五个那家 KOG呢 KOG应该是回去 补一下状态 KOG单纯回家 补了一波状态 买了很多东西 那接下来 暗夜这一波会非常的强势 这祭坛还得重新造 然后复活一个复活的 5G的那家难度非常的大 想买的话也没钱 只能慢慢复活 那这一波人组赶紧家里造一波塔 能不能守住 很难 很难呀 刚才这个飞艇 本来说FGGO秀飞艇秀得很秀 突然之间 这一波没有及时上 5G那家阵王 那这一局想翻难了 好 这边KOG5级买了群补 有无敌 往前进攻 那现在人组塔起不来呀 暗夜又开始造BP了 现在物有女猎手 八个女猎手往里面一怼 上来先把你的黄皮给解决 伐木机器人也在战斗 但是暗夜绿皮也买了出来 现在二级血法师能扛住这一切吗 这里祭坛还没有点亮 还是不太够钱 那现在人组撑不了了 主要是那家复活不了 好 二级的血法师以死人血 在平A两下 必有飞艇关键时刻救了一下 但是飞艇能救一时 能救一世吗 不行 对方的话 好 群补磕完 这家状态又是不错 FQQ打出了季技 好 我们恭喜暗夜 哇 这一局难得一见 FQQ全程屏操作 尤其是那个炸弹了 也是非常的秀 只可惜啊 只可惜 飞艇秀还是翻车了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